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面包玩亲亲的照片 网欧美艳 包饺子可爱 画面温馨 网欧与宝贝尔女儿邓文迪穿透视装露腿 与小男友甜蜜合体 亮相当地时间 2017年6月6日 美国纽约 达莎诸克娃 The Search Sugar War 与Carage Magazine和Vice举办 迎接新主编晚宴 当日 邓文迪与小男友 Bertrude Chaffern 现身此次活动 邓文迪与小男友 画面温馨 网欧与宝贝尔女儿 玩亲亲 6月7日 网欧晒与宝贝尔女儿 吃面包玩亲亲的照片 网欧美艳 包饺子可爱 画面温馨 网欧与宝贝尔女儿 白白和素颜 发出尚未凸显 无名指戒指 横抢静网 一娱乐 6月8日报道 图文视觉中国 早前 白白和现身首都机场 出柜门后 白白和低调了许多 他身穿白地恤 不好好穿外套一路 低头玩手机 许久不见白白和貌似 略有发福 胸部高耸 上身有违壮士 素颜的他看到镜头 也十分淡定 连忙又低下头玩手机 只是右手 食指的戒指 十分耀眼 迪力热巴 发微博正式退出 跑男 原因让人心疼 跑男到了第五季 支持许多观众 持续看下去的原因 是习气 缺少构思 剧本显着 演技为难 节目作用和口碑 与日俱下 许多人说 跑男由于 迪力热巴的加入 注入了新的颜值和快乐 假如本季跑男 没有露寒 和迪力热巴的 露迪配偶 节目收视率 为不忍目睹 最新一期跑男 节目组为了迎接 Angela Baby回归 专门打造了场 地 粉色的地毯 粉色的花瓣 粉色的世界 Angela Baby 犹如粉色公主一般 翩翩而来 可谓排场十足 Angela Baby 回归之前 迪力热巴 一直被称为 团宠 Angela Baby 回归之后 一切都变了 不比不知道 节目组对 Angela Baby 竟然如此偏心 对比当初 迪力热巴 出来炸到 一条红色的地毯 冷冷清清 更是尝到胖地怀疑 自己是不是走错路了 值得一提 那是 迪力热巴 随着最后一期的拍摄 结束 将永远离开跑男团 迪力热巴出来炸倒 受尽跑男家族的冷落 也终于在这里待够了 在他离开之际 依然发微博祝福 跑男越干越好 事实上 作为顶着带跑者的身份 迪力热巴 加盟跑男后 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全国观众对 迪力热巴 的认可都太高 对迪力热巴的 有太多了 不看好 我想 迪力热巴 离开跑男是早已预定了的 他从一开始加盟 就 预示着有离开的这一天 只是这一天来的太快 撒狗粮 岳云邦夫妇夜晚骑车 老婆素颜还挺迷惘 一娱乐6月8日报道 6月7日晚 岳云鹏老婆通过微博 擅出和岳云鹏骑自行车的合影 并配文 吃饱了 运动运动 照片中 岳云鹏老婆穿着黑白条纹上衣 素颜出镜 岳云骑着自行车 在身后成功抢镜 两人微笑面对镜头 稍后 岳云鹏转发此微博 并秀恩爱 称 广场不等你 网友看到此微博后 纷纷围观并留言称 好般配的一对 嫂子真好看 也有网友调侃道 媳妇好看 你很风骚 月是广场五能看不 邓超结婚六周年纪念日是爱孙丽 洗脚水已备好 网易娱乐6月8日报道 据东森新闻报道 邓超和孙丽七日一早庆祝六周年 并找来五岁的儿子等等 三岁女儿小花唱歌让世界充满爱 她和妻子在2010年2月8日登记结婚 而且还是自己的生日 2011年6月7日举办会宴 每年只要遇到纪念日就会发文庆祝 这次跟放出儿女的歌声至于网友 还留言给爱妻 媳妇 洗脚水 已经被好了 等等 花花的歌声可爱 配上一家四口出游的照片 邓超在留言串频频写道 唱得好吗 我拍的MV棒吗 还透露自己其实也唱了一个版本 吸引大批网友敲网球分享 她还到孙丽的微博夸奖 儿女基因就是这么神奇 孩子们唱歌就是不一样 媳妇好棒 除了特别的日子满六周年 邓超早在2月8日生日下全家福照 庆祝结婚满七年 祝我们结婚纪念日快乐 2 人婚后演艺事业都更上层楼 有时间就带一双儿女出游 经常被民众目击幸福日常 每次在网络公开晒恩爱 总是闪瞎大批粉丝 被暂时离开夫妻